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今天是11月14日,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历史上的美国,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会通过新条旗作为国旗,白经济出版,马歇尔大学橄榄球队飞机诗事。 各位,今天我们要谈谈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那就是1851年11月14日。 你可能会问,这天有什么特别的呢? 哦,这一天,一本书出版了。 不,不是任何一本书,而是一本改变了文学史的书《白经济》。 这本书的作者是赫尔曼·梅尔维尔,一个在当时并不出名的作家。 他的生活充满了冒险和挫折,就像他的主角艾哈勃船长一样。 梅尔维尔曾经是一个海员,他的海上经历为他的协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他的作品充满了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生活的独特见解。 《白经济》的出版并没有引起当时的读者和评论家的热烈反响。 事实上,这本书在梅尔维尔去世后的几十年里都被遗忘了。 然而,二十世纪初,人们重新发现了这本书的价值并将其视为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作。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本书的有趣之处。 首先,这本书的主角是一条鲸鱼。 是的,你莫听错,一条鲸鱼。 这条鲸鱼的名字叫做莫比·迪克,它是一条白色的抹香精。 爱哈勃传长对这条鲸鱼有着强烈的执念,它是要捕杀莫比·迪克,即使这可能会导致它的死亡。 其次,这本书的结构非常独特。 它不仅包含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还包含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包括鲸鱼的生物学,捕金的历史和技术等。 这使得,《白经济》不仅是一部小说,也是一部百科全书。 最后,这本书的语言非常丰富和强烈。 梅尔维尔的写作风格既有诗意,又充满了哲学的深度。 它的文字就像海洋一样,既有宁静的美,也有狂野的力量。 所以,下次你在书店看到《白经济》时,不妨拿起来翻翻。 你可能会被它的故事吸引,也可能会被它的知识所震撼。 无论如何,你都会发现,这是一本值得你花时间去阅读的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关于,美国国会通过新条旗作为国旗。 好的,让我们一起回到1777年的那个秋天。 当时的美国国会正在为一个重要的议题热烈讨论,我们的国旗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毕竟,这个决定将影响到未来几百年的美国人。 你可能会想,为什么他们不直接选择一个已经存在的旗帜,比如英国的联合旗? 哦,那可不行,毕竟,这些人刚刚从英国独立出来,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代表他们新生的国家的象征, 而不是一个提醒他们过去的悲惨历史的旗帜。 于是,他们决定创造一个全新的旗帜,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的新条旗。 这个旗帜有13条横条纹,代表13个原始的殖民地, 而星星则代表这些州的联合。 这个设计简单而有利,完美地表达了新生的美国的精神。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个旗帜的设计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当时,有人提议把星星排成一个原形, 有人则认为应该把它们排成一形。 甚至还有人认为,我们应该把每个州的州花都会在旗帜上。 想象一下,如果这个提议被接受, 我们的国旗可能会变成一个花园,而不是现在的新条旗。 最终,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投票, 我们的新条旗终于在1777年11月14日被国会正式接受。 从那时起,它就成为了美国的象征,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星星的数量也随着州的数量增加而增加。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新条旗飘扬在风中时, 不妨想想那些在1777年的秋天为这个旗帜辛苦努力的人们。 他们可能没有想到, 他们的创作会成为一个国家的象征, 并且在几百年后的今天, 仍然被我们深深地爱护和尊重。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关于 女权运动家纳尔迪卡·蒂坎顿出生。 好的,让我们一起回到1889年的11月14日, 当时的时尚风潮是胡子和锦身马库。 而且,这一天, 一位将在女权运动中留下深刻印记的女士诞生了, 她就是纳尔迪卡·B.坎顿。 纳尔迪卡·B.坎顿, 一个名字,一个传奇。 她的出生就像一颗灿烂的星星在黑夜中闪烁, 照亮了那个被男性主导的时代。 她的出生并没有引起地震或者彗星的出现, 但她的一生却像一场革命改变了世界。 纳尔迪卡的一生充满了挑战和冒险。 她曾经是一位教师, 一位作家, 一位演说家, 但最重要的是, 她是一位女权运动家。 她坚信女性应该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并且她用她的一生来为这个理念而战斗。 有趣的是, 纳尔迪卡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反叛者。 她出生在一个保守的家庭, 父母希望她能成为一个传统的女性, 结婚生子, 过上平静的生活。 但纳尔迪卡有着不同的想法, 她认为女性应该有自己的选择, 不应该被社会的期待所束缚。 纳尔迪卡的故事有很多有趣的地方, 比如她曾经在一次演讲中, 用一个马库来比喻女性的地位。 她说, 如果马库可以仅仅束缚住我们的腿, 那么社会的期待就可以束缚住我们的心灵。 这个比喻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也让人们更加理解她的理念。 所以, 当我们在庆祝纳尔迪卡, B.坎顿的生日时, 我们不仅是在庆祝一个人的诞生, 更是在庆祝一个理念的诞生, 一个女性应该有权利选择自己生活的理念。 这个理念在纳尔迪卡的一生中得到了体现, 也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得到了延续。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关于美国内战结束, 南北统一, 奴隶制度废除。 好的, 让我们一起回到1865年的春天, 当时的美国正处于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 这个日期, 1865年4月9日是美国内战结束的日子, 也是南北统一, 奴隶制度废除的日子。 这一天, 南军将领罗伯特, 离在维吉尼亚的阿波马托克斯法院向北军将领尤利塞斯, 格兰特投降, 美国内战的结束。 这场战争, 或者说是一场家庭内斗, 持续了四年, 造成了62万人的死亡, 这比美国在其他所有战争中的死亡人数还要多。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就像是一场超级完比赛, 但是每个人都带着枪, 而且最后没有人会赢。 这就是美国内战的悲剧。 但是, 这场战争也带来了一些重大的变革。 首先, 它结束了美国的奴隶制度。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因为在这之前, 美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奴隶劳动。 这就像是你的手机突然不能用了, 你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方式来与世界保持联系。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也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此外, 这场战争也结束了美国的南北分裂。 在这之前, 美国的南部和北部在许多问题上存在深深的分歧, 包括经济, 政治和社会问题。 这就像是一个家庭, 爸爸喜欢看足球, 妈妈喜欢看电影, 兄弟姐妹各自有各自的兴趣, 但是在一个家庭里, 大家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来共处。 美国内战的结束, 就是这个家庭找到共处的方式。 所以, 1865年4月9日, 不仅仅是美国内战的结束, 也是美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一天, 美国人民结束了内斗, 开始了重建和团结的过程。 这一天, 美国人民放弃了奴隶制度, 开始了对平等和自由的追求。 这一天, 美国人民结束了分裂, 开始了统一。 这一天, 美国人民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 走向了光明的未来。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关于 马歇尔大学橄榄球队飞机失事。 好的, 让我们一起回到1970年的11月14日, 当时的马歇尔大学橄榄球队 可能正在飞机上讨论他们的比赛策略, 或者是谁在飞机餐饮中 拿到了最后一块巧克力蛋糕。 然而, 他们当时并不知道 他们的命运即将发生巨变。 这场飞机失事被称为我们是马歇尔事件, 因为它不仅仅是一场悲剧, 更是一个关于重生和坚韧的故事。 当飞机坠毁时, 所有的75名乘客, 包括球队的成员、 教练、 球迷和飞行员都不幸丧生。 这场悲剧让整个马歇尔大学 和亨廷顿社区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然而, 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 尽管这场悲剧让马歇尔大学的橄榄球队 几乎一夜之间消失, 但他们并没有放弃。 他们决定重建球队, 并在次年就重新回到了比赛场上。 他们的坚韧和毅力让人们看到了希望和勇气, 也让人们看到了在悲剧中重生的可能。 这个故事的另一个有趣之处在于, 他们的故事被改变成了电影, 我们是马歇尔。 这部电影不仅仅是关于橄榄球, 更是关于如何在悲剧中找到希望, 如何在困难中找到勇气, 如何在失去一切之后, 重新站起来, 重新开始。 所以, 尽管这个故事的开始是悲剧, 但它的结局却是希望。 这就是马歇尔大学橄榄球队的故事, 一个关于悲剧,希望和重生的故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关于 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 人类首次踏上月球。 好的, 让我们一起回到1969年的那个夏天, 当时的热门歌曲是Bad Moon Rising, 但我想, 那个月亮并不那么bad, 因为它即将迎来一位特别的访客。 1969年7月20日, 阿波罗11号成功登陆月球,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这个任务的成功, 不仅仅是科技的胜利, 更是人类对未知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的胜利。 当尼尔, 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表面的那一刻, 他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 这是一小步, 对我来说, 这是一大步, 对人类来说。 这句话的深度和含义, 我想我们都能感受到。 但是, 你知道吗? 这次月球之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阿波罗11号即将降落月球的时候, 原定的降落地点被发现充满了大石块, 阿姆斯特朗不得不手动操作, 将飞船以至更安全的地方降落。 这个过程中, 他们只剩下30秒的燃料, 几乎是在生死边缘挣扎。 但是, 阿姆斯特朗和他的伙伴巴兹奥尔德林, 他们的冷静和勇敢, 让我们都为之惊叹。 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当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 在月球表面进行活动的时候, 他们的伙伴迈克尔·克林斯, 他在月球轨道上等待他们。 他曾经说过, 他是史上最孤独的人, 因为他在那个时候, 比任何人都离地球更远。 但是, 他也说他并不感到孤独, 因为他知道, 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他, 为他们加油。 阿波罗11号的故事, 充满了惊险, 刺激和幽默。 他告诉我们, 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 只要我们有勇气, 智慧和决心, 就一定能够克服。 而且, 有时候, 我们还能在困难中找到一些乐趣, 这也是人类精神的一部分, 不是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我们今天一起回顾了一些, 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和故事。 从白经纪的出版到新条旗的诞生, 从女权运动家纳尔迪卡, 毕坎顿的生日, 到南北统一和奴隶制度的废除, 从马歇尔大学橄榄球队的飞机, 试试到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 这些故事都让我们深思和感动。 每一个事件都有它的意义和价值。 他们提醒我们, 历史是由人们创造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 创造出一个美好的未来。 他们也提醒我们, 我们的生活和选择对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 所以, 让我们一起思考这些故事背后的意义和价值。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这些事件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认为这些事件对我们的世界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期待着你的讨论和提问, 让我们一起分享和探索这个充满故事和奇迹的六读世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历史上的今天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